以白色系为主的电动机车头 缓缓使出阿尔斯通的敞篷 法国国铁最新的高铁列车TGVM 以全新的外观正式亮相 当然新途装的環保特色 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有科学根据 为什么一颗亮相 这种各种非常明亮的颜色 这是一种的原因 是保护着高热热在冰冰 因为它使用保护着 保护着热门的热门 所以保护着客户在里面 所有客户人和公司 也使用保护着客户人 法国国铁指出 经过这样的调整 可以使新款列车的二氧化碳排放 减少百分之三十二 另外制造材料号称有百分之九十七 可以回收再利用 加上浅色车身 强调与周边环境的融合 凸显TGVM的环保特色 TGV虽然是法国国铁的专属品牌 但法国政府向海外推销 TGV高铁技术也不遗余力 除了西班牙 意大利 甚至横跨英法的欧洲之星 韩国高铁也采用TGV系统 TGV甚至还进军美国东岸 因此为了提升国际竞争力 新的TGVM列车也采用弹性的设计 可以随客户需求调整车内空间配置 TGVM的研发从2015年就起步 法国国铁于2018年下单采购 115列新车 但生产延宕到2020年才开始 目前也只建造两列供测试用 因此2024年7月开幕的巴黎奥运 这第五代的TGV列车 还无法投入营运 法国国铁指出最快要等到2025年 公事新闻徐家人编译